閃電傳真機,Genex小人類,放學ICU 召喚8、90後的老青年,一起回憶童年 入面的主持阿水哥哥和Vicky姐姐 阿水曾經是香港游泳隊的代表 拍過偶像劇四葉草 Vicky唐偉琦就有一首經典的飲歌 長腿叔叔你好嗎? 好了,不要唱了 兩位相聚,馬上來個兒童節目大揭秘吧 其實做兒童節目不簡單 就算有些男生、新人要面試 來做節目 都要經歷做Jeep Jeep 扮老鼠這個尷尬 這個大哥哥 你這麼英俊 突然扮老鼠,我要做Jeep Jeep 你能否覺到自己一關 所以我都很喜歡做 我們的監製是不讓所有女主持 喝酒、吃煙 有一次我記得譚詠英姐姐 接受了一些訪問 是關於紅酒的 你知道什麼叫照廢的 就叫了監製房跟她聊 傳譚詠英姐姐說她不喜歡小朋友 其實這件事越傳越多 其實阿譚也是喜歡小朋友 她的意思是不喜歡生小 對,其實她對小朋友很好 因為她們有時進來 我們電視城很新奇 看到她熟悉的面膏 她會指手畫腳 電視城一定要很細心說話 對,對,對 很多參觀的手質 可能沒人跟她說 變了她又開心 真情流露了 對 有些姐姐是覺得 嗯,不喜歡了 是打風都在廠裡度過我們的兒童事務 小演員已經來了 突然間掛上八號風球 我們當然又不可以開工 因為勞工法例也不可以 小朋友開工 對,對 我們就在那裡 就一起在那裡等 我們經常收到小朋友的信 是用信紙寫給我們 我覺得很珍惜 我現在也收到的 是呀 但反而現在的電話 好像真實感不大 還有一件事 就是二歌金曲攀唱點 沒錯 每年的就是我們最開心的城市 好樣的 但也最忙的時候 是 因為我們又要排練跳舞 為得獎歌曲夜 在這裡換舞 對,對 所以經常都要回來 亦有很多不同的扮演 不同的角色扮演 很多造型 所以真的很開心 是啊 你說 說回以前兒童節目的事情 基本上你一個小時 我一天都說不完 整個兒童節目裡的人 是一個大家庭 地道的台式早餐 一事難忘的茶飲 精挑細選的住宿 令人流口水的美食 和令你落極忘形的好去處 紫相去台北 由超過一百頁精彩推介 還不快點去紫相旅行網站 免費下載 MING PAO CANADA